朱婷不再一个人战斗,独坎十三分飞拳队最高,女排精神被她点燃。 北京时间6月6日晚,2018世界女排联赛江门战进入第二比赛日,中国女排迎战第二个对手俄罗斯女排。 此意,狼坪继续首发派出朱婷。 不可否认,朱婷的回归让中国队提升了一个档次以上,但我们的整体实力与世界强队之间还是存在一定差距。 首轮输给巴西,中国队就是每每到了关键分把握不住,三局实力全都只丢两分。 此意,朱婷依然是中国队的绝对进攻口,第一局,中国队的第一分也是出自她手,随后丁霞给四号位,朱婷扣鞋线得分,让中国队反超比分。 此意,朱婷的第一次轻调打成,帮助球队12-8扩大领先优势。 俄罗斯即将追平比分的时候,朱婷致命轻调对方勉强防起,不过二传仓促扣球出现,随后朱婷四号位扣球打手,帮助中国队稳定军心。 第一局最后一球,朱婷四号位一锤定音。 第二局,朱婷在一传不好的情况下,依然四号位强势重口,对方垫飞。 在十至十的时候,中国队又防起一个重口,随后朱婷四号位还击击中了对方自由人脸不得分,朱婷立刻表示歉意。 紧接着,朱婷又是一锤中扣,帮助中国队率先进入第二次技术暂停。 而在二十分之后,又是朱婷四号位调整攻,打手出现,确定优势,央视借说感叹道,困难球,全找朱婷。 第三局,朱婷的重扣继续发力,不断扩大着中国队的领先优势,尤其在四至三领先后,中国女排由朱婷发球,俄罗斯稳接然后组织进攻,被中国拦网,俄罗斯将球点过,刘晓彤扣球进攻,被俄罗斯拦网。 这一分,双方足足打了将近一分钟时间,最终对手扣球出现。 整场比赛,朱婷首发得到13分。三局比分为25比21,25比19,25比22。